距离目前在贩售的 Honda Civic 也就是我们的 FC 发售已经过去六年 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这台车已经成长为全世界销量第四名的车款 在这个 SUV 当道的年代 这个 Sedan 车型有这样的表现其实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 Honda 原厂的工程师在开发下一代的车型上面 应该会非常的有压力 而在不久前 这个该来的时候还是来了 原厂正是在美国发布了全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这一代的 Honda Civic 其实争议是比较大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带大家看看 这个第十一代的 Honda Civic 它的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还有为什么它的争议会比较大呢 和第十代 Honda Civic 非常非常年轻 非常非常运动化的外观设计相比 第十一代的 Honda Civic 外观设计比较成熟稳作 为什么原厂的工程师 原厂的设计师会有这样的决定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原厂故意的 因为在五六年前 会买到 Honda Civic 的应该都是年轻人 而在这个五六年之后 他们已经变成了有为青年 所以他们选择新的的话 就要能够可以搭配他们身份的外观设计 而这个第十一代的 Honda Civic 就非常符合这样的设计风格 设计这回事本来就是各花路各眼 有人喜欢就一定会有人不喜欢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 十一代 Honda Civic 外观设计的话 不用觉得奇怪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本身也觉得这个 第十一代的 Honda Civic 设计 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观 最近我怎么开车的时候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哦 都是你讲换 Viper 了啦 手宅 让你的视野更清晰 请选择 Bosch 优质软骨语刷 第十一代 Civic 的整个车头设计 其实跟这个十代 Aircord 非常的类似 到采用狭长的设计 而且是 LED 的光源 没有意外的话 它同样也会支援这个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这个车头的设计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相比起车头的话 我更喜欢它的车尾设计 虽然这个十一代的车尾设计 没有像十代那样比较有辨识度 但是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样的风格 尤其是它导入了这个 3D LED 光调的设计 从官方公布的这一个官方图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黑色的车色 搭配这个亮起的围灯的话 其实视觉效果是非常的出色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 这个十一代 Honda Civic 的主要原因 再来要补充一点的 就是一个小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第十一代 Civic 的这个 后车窗的三角镜设计 其实跟 Accord 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这个大面积的三角镜设计加入 也可以一定程度的 舒缓后座乘客的压迫感 所以我相信 Civic 的这个后座乘坐空间表现 应该会不错 而在车身质买方面 根据原厂公布的数据 这一代的 Civic 跟十代 Civic 相比 只是小幅成长了一点点 十一代 Civic 的内装整体调性 同样的跟十代 Accord 有非常高的相似度 可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设计主轴 也就是篇幅鼓风 这个篇幅鼓风不是贬义 是称赞 因为这样的设计让它的内装看起来 其实更优雅一点 它继承了很多 Honda 内装的优点 包括了很大的空间表现 很多的置物空间 可以让你置放任何任何的东西 可是一些小细节上面 我们还是明显看得出 Honda 设计师的用心 例如说这个冷气出风口上面 它们有很多很精致的小花纹 而且这个实体冷气控制面板 终于回归了 不像上一代的 Honda Civic 那样 在调整冷气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点点麻烦 而这个全新的设计风格 可以让你更直觉化的 去控制你的冷气系统 而且冷气出风口上面 跟这个全新一代的 Honda HR-V 一样 有一个小旋钮 可以让你去开关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我觉得这个的设计很贴心很实用 重点是还蛮好看的 接下来升级就是一些配备 还有安全系统 在安全配备上面 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而且是无线的 另外就是这个全数位化的仪表 看起来科技感也蛮足够的 而根据原厂公布的资料 这个 Honda Sensing 也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它的前方碰撞预警 跟刹车都会变得更加自然 所以在使用起来的话 这个 Honda Sensing 的刹车系统 跟侦测系统会更精准 也更像我们自己去控制那个刹车 不会让你有突兀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最多人关注的引擎 其实目前只有美国版本的引擎细节公布 而中国版本是被不小心公开 我们先来说美国的版本 美国的版本其实跟上一代车型 没有太大的差异 还是维持了 2.0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5 的 VTEC Turbo 引擎 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 根据资料这具引擎 终于有 VTEC 技术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 VTEC Turbo 引擎 1.5 版本 虽然叫做 VTEC Turbo 可是其实它的进气口也好 排气口也好 都只有 VTC 技术 而没有 VTEC 可是在这一代车型上面 VTEC 技术终于回归了 而根据原厂公布的数据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80 HP 峰值扭力 240 Nm 对比上一代的车型 提升了 6 HP 还有 20 Nm 相信这就是因为 VTEC 回归的功劳 至于变速箱 还是我们熟悉的 CBT 变速箱 至于在中国的市场 根据已经曝光的消息 原厂失去了原本的 1.0 公升 3 缸涡轮增压引擎 现在新一代的 Civic 则是全车系 都标配这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分成高功率 还有低功率的版本 在低功率的版本上面 最大马力是 127 HP 高功率版本则是 181 HP 这个跟美国的版本有稍微的差异 至于变速箱方面 还是提供了这个 6 速的手牌 还有 CBT 变速箱 嗯 最近我这么晚开车的时候 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哦 都是你讲换 Wiper 了啦 手仔 让你的视野更清晰 请选择 Bosch 优质 软骨 雨刷 说完了美国还有中国 我相信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 马来西亚几时来 其实根据之前 Honda Malaysia 的高层有表示 马来西亚会是第 11 代 Honda Civic 最早上市的几个国家之一 说到这里大家阿嘎阿嘎应该知道了 我们几时会来的 我相信最快今年会看得到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业链 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芯片团缺 究竟这个芯片团缺会不会导致 马来西亚的 Honda Civic 吃上市呢? 接下来我们就等待这个官方公布相亲啦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追踪我们的频道 因为只要一有新车 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带你去看这辆新车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记得如果喜欢这次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